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是比比皆是 也使得部分人就开始质疑说 为什么来到了这个时刻 公务人员依然享有原来的这一个薪水福利 进而就引爆了相关的一些争辩还有风波 纳沙NASA集团的执行主席费沙 昨天就在自己的这个Instagram的现实动态 就暗示说公务员在国家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时刻 依然如常的支领这一个薪资 他认为这似乎不太公平 他更在贴文中就发起了一个民意调查 就询问大众说 你觉得这公平吗 他就写到说 政府阻断你赚取生计的能力 剥夺我们的这个自由 但所有的政府职员 每一个政治人物依然可以领兴 而你则是那个支付他们薪金的纳税人 那么你觉得如何 是库级呢 还是不公平 NASA这个菲萨 这么一写呢 肯定会引起公务员的这个不满 那么稍微了解公务员心态的人 都应该会知道说 这种写法跟这种所谓的调查呢 必然会引起争议 尤其是在公务员群体当中 因为文中有影射的这个邪念 似乎在偷偷的说 公务员也应该要一起分担 国家目前所面对的这个困境 果然不出所料 这一个动态的截图呢 随后就在社交媒体广传了起来 那么引起网民的这个议论 有公务员呢 就马上跳起来反击了 通讯及多媒体部的秘书长呢 苏莱尼阿莫 叫后呢 就在脸书贴文 不点名反击废杀 就强调说 公务员也是纳税人 他说 我想告诉各位像我一样的公务员呢 也是纳税人 我甚至每个月呢 都有缴交这个预扣税PCB 以便确保说呢 没有漏了交税 那此外呢 我每个每年的四月啊 还必须要增加缴税 因为呢 这个预扣税的计算呢 是不足的 那这一名少数的部门女秘书长呢 在贴文中也一事呢 就是向废杀呛声 就挑战呢 她到这个医院的前线呢 去当志工 更质问对方呢 是否有如实的缴税 她说 我想问啊 你有缴税吗 还是你也是那些 不厌其烦 申请免税的人之一呢 那么随着这个贴文疯传之后 引起语论的这个讨伐声 那么费沙在昨天中午压力之下呢 就发文道歉 强调自己无意冒犯任何人 她曾经说 无意通过有关的调查 来冒犯或者是重伤任何人 如果她的行为 造成社会的这个误解 或者是压力的话呢 那么她就道歉 她也特别的强调 她非常支持政府在对抗疫情方面的这个用心 以及确保人民以及国家福利 所做出的这个努力 而费沙集团 而这个纳沙集团呢 也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 贴文灭火强调说费沙 已经就此事道歉了 并强调说该集团是全力支持 政府对抗疫情的所有努力 也肯定政府在这一个关键时刻 成功维持民众一定的这个生活常态 而且呢 NASA Group呢 她在三月尾的时候 也捐了125万令吉 给政府对抗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 同时感谢前线人员的付出 那这一起分布之后呢 大马民事雇员职工总会的主席呢 阿德南呢 也强调说公务员也是纳税人 那公务员的这个年薪 还有花红一般而言呢 都远远的低于私人界的职员 她说呢 私人界的这个奖金呢 往往比我们高出许多 我们每年只能拿到500令吉 但是我们不曾争论这一点 因为我们都是在服务国家 她就强调说呢 公务员呢 也有家属在私人界工作 或者是自雇人士 那他们呢 也跟大众一样 能够体会到这个行动管制令的一些影响 那大部分的这个公务员的家庭呢 都需要第二份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以便支付不断上涨的一些生活的成本 像是缴交房贷等等 这样的一些需求 NASA集团 NASA Group呢 是一家著名的本地土著财团公司 但是它还没有上市 它是没有上市的这个公司 而创办人呢 是马来西亚著名的这一个土著大横 就是SM那西穆定 SM Army 这个集团呢 创办于1975年 那么为什么我花一点时间 来让大家了解这个集团呢 因为他们的家族 以及他们的生意 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么这个NASA集团呢 它最成功的这个业务呢 就是汽车的业务 这也是该集团出名 还有拿下江山的一个地方 他们呢 就获得了许多的AP 就是入口准证 Approve for me 进口这些名贵的房车 他们也成为了这一些大房车 大品牌的马来西亚代理 比如说Ferrari Macerati Kia Puget Mercedes-Benz 还有其他大型的摩托 比如说Ducati 还有美国的牌子 比如说这个Indian摩托 那么NASA 他们在联邦大道 Fedder Highway旁边的 那个NASA Otomo 汽车展销厅呢 如果有使用联邦大道的话 一定会看到这一家的这个showroom的 因为它非常的显眼 也非常的这个大 因为AP 所以NASA集团呢 也面对了一些抨击 指着说 这个集团是靠AP来快速支付 批评者就认为说 这是捧党关系 当时呢 他们就把矛头指向 时任的贸工部长Rafida了 那么除了汽车领域之外 NASA也进军其他的这些领域 比如说房地产领域 兴建的许多房产 还有办公大楼 比如吉隆坡市中心的KLCC 有一栋 Monara NASA Platinium Park 就是他们的这个旗下的这个产业 同时呢 在加兰都担那一边的 大马国际会长中心Mitek 也是他们旗下的这个业务 而他的创办人 纳西姆定在2008年去世之后 家族爆发争夺遗产的这个风暴 他的第二任妻子 连同五名孩子呢 就入禀法庭起诉 原配要求所长 三亿五千万令吉 那么除此之外呢 费杀本身也曾经涉及 殴打前妻而被告 这种豪门的家庭案件呢 当时是受到媒体的关注 那么再来的就是他的弟弟兼 NASA集团的副执行总席 法律 他跟成功集团创办人 陈志远的女儿陈雪玲 结婚的照片呢 跟当时的这个新闻 也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因为当时从求婚到结婚的 那段视频呢 相信大家都还有一点的印象 但你稍微了解了这个集团 还有呢 相关的一些事情之后呢 我们就先打住一下 下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换个焦点 来关注的就是呢 这一个国盟政府啊 之前有提到的 一些众志领袖呢 受委为政府关联公司 GLC的主席的一些后续跟进 你好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早前负责国会和法律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就说呢 所有没有担任 政府部长的国盟的后座议员 将会受委为GLC 政府关联公司 或者是机构的主席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一项说法 好像就是在进行当中 武统巴西沙勒区 国会议员打组定 预料呢 会出任公共交通 营运服务机构 也就是国家基建公司的主席 之前呢 主编点新闻中有提到说 政治人物担任 GLC主席的这个课题 那么我的看法呢 就是这种政治委任呢 是无法避免的 政治现实 政治现实 因为它已经是马来西亚的 政治文化的其中一部分呢 非常根深蒂固 从国阵到西门 以及目前的国盟都是如此 那么我们可以做到 以及应该要做的呢 就是确保这些受委的YB们 是具备能力 还有条件的 他们适合担任这些位置 而不是随随便便 就安插张三 或者理事进去干劳 或者是白拿薪水 那么这一条底线呢 必须要守着 否则的话呢 这一些GLC的职位 将沦为政治的工具 让政治领袖进行交换的筹码 根据媒体报道指出说 达祖丁呢 已经接受了这项献议 并且呢 会在近期里面呢 做出了宣布 达祖丁呢 是取代扎哈拉 出任国家基建公司的主席一职 那扎哈拉呢 就是退休的马来亚大法官 他是在去年的 11月20号的时候呢 受委为国家基建公司的主席 我对达祖丁呢 是有一点保留的 因为他是一名言行 备受争议的国会议员 经常因为言行的不当 或者是有侮辱的成分 而被禁逐国会 去年12月 他在下院的问答环节当中呢 就指行动党日落动区的 这个国会员雷尔说 你额头上的这个灰 是不是成平的骨灰呢 结果就引起了这个骂战 那么朝野议员呢 就纷纷引用议会常规 要求对方撤回 这个侮辱性的这个言论 最终达祖丁呢 跟另外一名行动党 六甲市区的这个国会员 邱维东呢 就被议长逐出国会 那么更早之前呢 他也拿行动党 是不得国会议员 郭树庆的他的这个信 就是过来开黄墙 说 那么这一个说法呢 是非常不恰当的 但是他觉得说 这个是没问题 对他来讲说是没问题 但是对其他人来讲说 这一个是不符合 你身为国会议员的资格 那另一方面呢 早前被传出将会出任 马电讯主席这一职的 巫统副主席呢 马哈兹尔卡利呢 就被现役出任 大马机场控股的主席 那根据报道指出说呢 马哈兹尔呢 也接受了这一项现役 那现任的大马机场控股主席呢 就是一名退休的 联邦法院的法官 在努阿里 那么马哈兹尔呢 他虽然是一名国会员 同时也是巫统的这个副主席 但是他在慕尤丁的国盟内阁当中呢 没有受委为任何的这个官职 那么如果按照过去的这个惯例呢 巫统是属于执政党 而且是主导性的这个政党 巫统的副主席 那么是属于第四号的这个人物 肯定是有官做的 不过就算现在巫统是执政党 但是贵为副主席的他呢 是完全没有担任任何的这个官职 是没有官员的 那么马哈兹尔呢 他在前首相罗斯玛 被控沙拉越内陆369所学校 安装太阳能板项目当中的 这个贿赂案件当中呢 是控方的第五名证人 他在案件审讯中就否认说 JEPA公司董事经理呢 赛迪在2016年曾经同意 每个月呢支付他的100万令吉 为期五年总值6000万令吉的 这一个汇款 那促使呢 他之后呢就向教育部的这一个 时任的秘书长呢 下达指示 以便执行呢 前首相纳吉的这一个指示 落实太阳呢 混合能源的系统计划 那目前这个案件呢 还在审讯当中 那么我相信啊 目前达主定和马哈兹 出任GLC主席的这个情况呢 只是刚开始而已 那么接下来呢 将会有更多其他的外币 将陆续受委为GLC 或者其他政府机构的这些领导 那么我是不反对 这个政治委任的 因为它是存在的事实 你要反对也反对不来 但是他必须有那条底线 就是受委的人 他必须要适合担任那一个职位 对达酒店 我有所保留 那么对马哈兹尔呢 他是否具备管理机场的这个经验 对航空领域的认识 他具备吗 因为他过去整20多年 他都是政治人物 那么我们要把适合的人 摆在对的位置 那么这对GLC 对国家 对纳税人来说 那才是一个服务 否则的话 安插不对的人 在不对的这个地方的话 它分分钟会引起灾难 没错 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 这或许就是马来西亚当前 最应该要做的事情了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下一段回来 主编点新闻 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新冠肺炎的疫情 还有行动管制令呢 确实带来了双重的冲击 那在这一个冲击之下呢 媒体业现在啊 是陷入到了更严酷的 这一个寒冬之中 创刊有40年 拥有国内外 大概有20种 三语杂志的Bluin 媒体公司呢 现在就宣布停业了 一名职员呢 今天就接获了Bluin媒体公司的通知 该杂志社旗下所有的纸本 和电子刊物都会停止 Bluin呢 是一家著名的出版社 旗下杂志的特性呢 是以时尚还有女性为主 走中高端的这个路线 如女性的时尚消费 装潢设计 食谱等主题 那么旗下的杂志呢 则有女友Cosmopolitan 还有The Peak等等 那么随着Bluin宣布结业之后呢 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 他们就告诉当今大马说 预料将会有183人失业 Bluin执行长呢 阿兹丽扎就发出说 一份日期呢 就是今天4月30号的通告 就指出说 在抗疫行管令之下呢 公司在3月和4月呢 所蒙受的损失就更大了 然后呢 也预料说 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呢 都会持续亏损的一个趋势 他们呢 是不确定呢 是否会在隧道的镜头 看见任何的一道曙光 因此呢 董事会以沉重的心情呢 就决议说 Bluin媒体公司 从2020年4月30号开始呢 停止营运 所有的纸本 还有电子刊物呢 都将停刊 所以这一项消息呢 对很多人来讲说 都是一个相当惊讶的东西 因为它除了取消 除了把这个纸本关掉之外呢 连电子刊物呢 全部都停刊 换言之说 现在是完全画上一个句号了 那么根据Bluin的官网 这家杂志社呢 是原在1974年创办 当时呢 是属于新加坡企业 Jack Chia NPH集团所拥有 后来呢 这家集团就一手于 属于新加坡报业控股 SPH旗下的另外一家企业 就是SPH杂志社 SPH Magazine 那么随后呢 就在与这个 SPH杂志社 在的合作框架之下呢 Bluin公司在马来西亚创立了 这家公司也跟多家国际媒体 成为策略的伙伴 并且收购多份国际杂志 那叶鸣呢 在该公司任职 大概有10年的这个消息人士呢 就透露说 他是在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呢 就收到了这一个停刊的电邮通知 他说其实他并不完全感到惊讶的 而且呢 他已经预料说 会有部分的杂志呢 将会停刊 不过他说呢 真正令他感到惊讶的就是 他们是在行动管制令的期间呢 收到这个通知 而且还是在4月30号 然后公司也宣布说 在今天呢 就是完全的停业 所以这一项公司停业 当天才收到通知 对这一些之前 不了解的这些职员来说 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名消息人士 他就说 自己在3月18日 落实行动管制令之后呢 就开始居家办公 他说早在几个月前呢 公司已经出现了一些 关闭的这个迹象 根据他的说法 公司管理层呢 在今年2月曾经召开 全体的这个会 全体的这个会议 然后现役那一些 志愿离职计划 就是VSS 当时呢 就有43项申请获得批准 不过到了今年的3月17日 部门的主管就通知说 这些VSS计划呢 将会被终止 即使当时已经有一些职员 已经收到批准的这个信函 他也有说呢 另外一个迹象 就是职员之前呢 就是收到了公司的通知 就说他们在4月的时候呢 会收到全薪 不过呢 在5月到7月期间呢 就会大幅的减薪 那这个薪水呢 少于5000令吉的人呢 这个减薪的幅度呢 就是从30%起跳 而月入1万以上者呢 减薪将会高达60% 那在此前呢 部门的主管也受处说 辞掉所有没有过 这一个试用期 或者是一些 企约制的员工 那么根据另外一名 匿名的消息 这一名消息呢 是已经离开Blueing杂志 他就说 前同事们在今天 突然之间收到 这一个通知的时候 个个是心急如焚 甚至感到震惊 还有愤怒 因为没有人预先 知道这个事情 直到收到信的 那一刻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的难过 其实呢 这是在经营了13年的 DH财经日报 上周宣布停刊之后呢 这是最大规模的 一个媒体业的停刊事件 那在去年10月9号的时候呢 连连亏损的这个前锋报呢 也宣布停业嘛 就结束了长达80年的一个报刊 而昨天创刊于2002年的 东方日报也宣布 5月起每周发行晶片版5天 然后星期六跟星期日 则没有发行报纸 另外呢 报纸的售价则 从每一份的快乐 降一半到六毛钱 媒体的寒冬 我们媒体人听了很多 那么相信听众呢 也接收到很多 这一方面的这个信息 因为媒体再加上这个 科技来的这个冲击 那么过去媒体呢 一直都有在思考 如何转型转战到网络 那么再加上现在的 新管令还有新冠肺炎 加快了媒体转型的 这个步伐 迫使大家采取更激烈的方式 回应当前的这个困境 那么这种激烈的方式呢 有一些就宣布缩小印刷 那么有一些呢 就直接关门大气 这是一场媒体 跟科技的一个竞争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 点新闻 谢谢志峰 我们星期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